好 我去看一下 碰到 拍出来感觉怎么样 这说不上来 这拍出来照片的感觉 跟我们要的精英夫妻的诉求 有点没到位 是哦 那应该要怎么改善 林经理这边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也许 五指头你不要自己上 换个人试看看 也许会碰出更好的效果 所以是我这边效果不好 那没关系 彭道你给我一点建议 看要怎么做调整 这也不是说调不调整的问题 这是镜头感的问题 有些人天生在镜头前 就特别有感觉 有效果 这有些人就会差这么一点点 所以导演的意思是说 我老公他不够上镜 可以这么说 好 没事 我懂了 我们既然要花钱拍广告 当然效果好是最重要的嘛 没关系 反正模特就应该要符合 我们产品的形象 还是导演你有什么理想的人选 我觉得有一个人 他的气质品位跟形象 蛮符合我们这支广告的诉求 而且这个人 林经理你也认识 谁啊 就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Johnny Johnny 彭导 你这样一说 Johnny是真的还蛮符合 我们产品的形象 老公 Johnny他也不是专业模特儿 不一定很会拍 而且 而且他是大忙人 怎么会有时间啦 试试看嘛 反正我现在跟Johnny的关系也很好 我要打电话给他 搞不好他有空 彭导 我去打个电话 老公 既然把你换成Johnny 那就把我也换掉吧 为什么 你们的商品设定是夫妻档啊 我跟Johnny又不是夫妻 你应该拍不出那种感觉的 应该还好吧 你们是工作上的伙伴 又那么常出差 默契应该没问题的了 工作上的伙伴跟夫妻又不一样 你就把我换掉啊 我不想跟除了你以外的人 加班夫妻 老婆 不是随便一个女生 导演都能接受的 彭导到底是为了我们的产品 才这么挑啊 可是我真的不想跟除了你 你现在如果说不拍了 这个彭就浪费了啊 Johnny也在赶来的路上啊 你现在说停拍会很尴尬 不然这样好了 你就当做自己是个专业的模特 先不要想太多 其他的就交给导演 好不好 如果真的还是不行 我们再来想其他的办法 好不好